红金宝曾预测僵尸先生亏损200万 没想到后来会这么火 一直以来因为林郑英的倒是形象 太深入人心 很多人都以为僵尸先生就是林郑英拍的 其实僵尸先生的导演并不是林郑英 林郑英只是主演 真正的导演是刘关伟 刘关伟当时在筹拍僵尸先生的时候 内心一度很忐忑 虽然对剧本很有信心 但迫于资金不足 没有足够的钱去请大明星来演 于是刘关伟思来想去 只能找到林郑英 软磨硬泡下说服林郑英去帮他拍戏 林郑英一来 还顺便带上了许冠杰和钱小豪 为了赶进步 刘关伟和林郑英等人 每天都没日没夜地在剧组拍戏 可以想象到他们究竟有多辛苦 另外为了节省成本 他们是安排了两支摄影组交替拍摄 从早上一直拍到半夜 人员两班到中间无缝衔接工作 每天就像在战场上 工作人员们都是紧绷着一根鞋 丝毫不敢懈怠 其他演员在拍戏的时候 另外的演员就赶紧在原地坐下打个盹 那些扮演僵尸的演员们 更是要一直戴装后击 半天下来脸上又是汗又是灰的 就这样他们都能立马睡着 据说由于当时电脑技术还不是发达 调威亚只能由工作人员手动操作 剧组又没钱去国外买镜头专用的钢绳 剧组工作人员名思苦想 才想出个纯办法 就是在开始拍摄之前 将钢绳涂成和背景一样的颜色 这可不是一点小工程 那么长的钢绳 然后用人工去涂 一般人想都不敢想 既然需要人工 肯定也是要有资金投入的 所以即使没有用特效 光处理一个威亚就花了剧组450万 传闻后来刘关伟到处想办法找关系 红金宝才仗义的自掏腰包 拿出了300万给刘关伟 才得将资金追加到了850万 增加了投入 最后终于跌跌撞撞的完成了拍摄 因为拍摄时间拉长 据说进程足足拉长了两个月时间 其实早在刘关伟准备拍摄《僵尸先生》的时候 红金宝就不是很看好 他还曾跟刘关伟直言 觉得电影最后可能颗粒无收 还会亏损200万 红金宝虽然不觉得僵尸先生有卖点 但看到刘关伟很坚持 所以红金宝就在家和老板何冠昌面前 为刘关伟说好话 希望他能给刘关伟投资 何冠昌也是被红金宝给打动了 两人都决定帮刘关伟实现梦想 结果让他们都没有预想到的是 僵尸先生最后不仅没有亏 还赚了几百万 电影供应后 竟意外获得了空前成功 而且创造了2000万的票房神话 迄今为止都是同类型电影中 无人打破的记录 在当年票房榜排行第五 票房只比红金宝的电影龙的新少50万 红金宝都觉得这非常夸张 英书凭借这部电影 也获得了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 迅速在香港和东南亚影坛走红 就是因为僵尸先生的成功 后来林郑英才一直坚持拍摄同题材电影 我们才得以看到那么多 优秀的僵尸片作品 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僵尸先生的男主其实是许冠杰 林郑英只是一个配角 结果他的表现太突出 后来大家都以为他就是主角 据说许冠杰觉得自己才是电影的男主角 而第五届金像奖 却要和配角林郑英一起提名最佳男配角 许冠杰非常不甘心 觉得金像奖在侮辱他 于是一怒之下拒绝了提名 因此许冠杰也成为了 唯一一位拒绝金像奖提名的演员 你还知道哪些精彩的幕后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